那哈馬了村是基督教村 教堂裡常有聖歌傳唱 是村民聚集的重要場所 這一次村長帶頭號召大家 邀約村民響應 佛教團體慈濟所推動的 一人一善活動 村長本身也是基督教徒 在10月13號參與說明會 認同更是感動 這場活動有14個村莊的村長參與 村長烏來臀培 更是一口氣要承擔12個村莊的推廣 一戶一把米堆積的力量無可限量 職工跟著村長一村一村再送存米桶 目前已經有20個村莊1,121戶參與 預計可以幫助224戶的貧困家庭 而這個數字 大家有信心還會再增加 大愛新聞泰佐佐 緬甸報導